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还是跟全球的地缘争执 尤其是区域分化有关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呢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束的迹象 可是接着呢 我们看到通货膨胀也好 中国封城也好 甚至粮食的危机接踵而止 可是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全球化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5月16号 我们看到呢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商务部还有所谓的贸易代表 其实这三个都是非常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在巴黎南部的Saclay 跟欧盟执委会召开了一个TTC TTC的第一个T是贸易 第二个T是Technology 科技贸易Concert的第二次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主要是确定了 美国和欧盟之间跨大西洋 在贸易跟科技上面的一个整合 或者是说合作 那事实上大家知道 虽然在整个会议里面呢 第二次宣言里面 没有特别去针对任何的地方 他说的是所谓非正义联盟或非自由联盟 可大家都知道他剑指的其实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因为这几年呢 我们看到中国呢 虽然加入WTO 可是他透过一些补贴或者是在西方阵营里面认为 不是太公平的方式去帮忙所谓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发展 那这种情况逼得美国跟欧盟 其实从去年的六月发起了这个所谓TTC的这个会议 接着在9月29号在Peatsball召开第一次会议 那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即使到今天欧洲跟美国占全世界所谓的IDC 就是科技资讯行业还有55%的一个value 所以这两个国家合作起来 当然最主要就是要压制中国 那事实上呢 从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看到 他总共成立了10个工作小组 那里面的这个布局呢 其实跟我们前阵子谈谈过的所谓印太经济架构非常像 里面有包括供应链韧性啦 数位化啦 清洁能源 环保 不过第二次的会议里面 倒是因为俄乌战争多了一个粮食小组 所以现阶段有11个小组 那从11个小组的这个布局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现在全世界呢 其实除了面对非常多非常多的负面因素之外 其实地缘政治也好 区域喷话也好 看起来越演越烈 完全没有要和好的状态 那另外呢 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也会发现 其实不只是西方阵营 其实所谓 很多人说开发中国家 甚至包括俄罗斯跟中国 也有一些反制 所以最近呢 以印度为首的所谓不结盟运动 声音也越来越大 因为其实有了解地缘政治人都知道 虽然全球化已经在全世界将近30年 可是其实很多地球偏南方的国家 包括中国 包括印度 包括俄罗斯 甚至所谓非洲的国家 其实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也好 全球化也好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受害者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所谓不结盟运动在最近几年 也是越演越烈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其实动作越来越大 所以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 虽然2021年 我们洋洋得意 所谓半导体的互果神山 不过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好几次 这有可能是一个顶点 因为全世界的区域分化 其实在这一次第二次峰会里面就体现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其实这一次达成的共识 就是欧盟跟美国之间 主要针对在半导体跟晶片 那事实上也是因为 COVID-19爆发以来 让全世界所谓晶片短缺的问题越演越烈 也让美国跟欧盟开始发现 自己在半导体上面的竞争力不足 如果不做一些积极动作的话 未来可能会有所谓半导体晶片 被别人掐住喉咙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最近几年 其实所有的包括补贴 包括半导体的基金 包括欧盟的一些半导体 希望半导体厂在欧盟 美国建厂的动作都跟这有关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个月 看到一些越来越激烈的动作 你比如说2月24号 俄乌战争爆发那一天 其实拜登同时 要求所谓的供应链的检讨计划 也要公布 甚至在100天后 6月8号 其实就下个月 要公布第一次的检讨 报告跟所谓执行计划 接着我们也看到4月28号 以OECD IMF 或者是一些亚太金盟 APEC为主的国家 4月28号公开了一个 所谓全球互联网的宣言 也是特别针对对互联网 到现在有限制的一些国家的 一些反制动作 所以全世界的区域分化 其实在这一次 所谓的TTC的会议成型之后 我觉得对于中国也好 印度也好 甚至俄罗斯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那可是呢 其实全世界的科技 现阶段其实慢慢 本来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分裂 所以我其实也特别强调 其实在4月18号 美国国会有一个声明 他们要针对 其实全世界半导体的方举以外上游 所谓半导体的一些设备 也提出一些限制 那里面当然包括美国的应用材料 Land Research 荷兰的ASMO 日本的东京电子 都会纳在里面 那在过程里面 如果一旦成型 我想对全世界半导体的打击 就会更大 总而言之 从TTC 5月16号的第二次宣言 我们可以知道 跨大西洋 欧盟跟美国的合作 已经欲罢不能 而中国跟俄罗斯 会怎么反制 全世界的科技 又会怎么分割 我想都是下一步 我们要仔细观察的一个重要议题 以上就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TTC这件事情的后续观察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